有想说修正之后,再来完成会补调吗? 如果修正之后再来的话,怎么办呢? 是,假如说,因为修正的过程,它都有程度上的差别 假如说已经经过累劫,就是有三个二征底劫的修持 它已经证悟了以后,那是绝对不会离妹 可是我们的修都还没有到达那么坚固的程度 虽然说有修正,可是一转换捡相,我们又要重头来 要有那个大善之士,用它的神力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以往所修的那个过程 以往所修的成就,我们才会清闲 所以要本身清闲,也就是要自己本身 经过很长久的修持 像那个释迦牟尼佛,他就经过三个二征底劫 一个二征底劫就不得了,他经过三个 所以佛学就讲,一截一截,那一截就一千六百几万人了 你看看,那些都由他,赔了千万 再来平河,再来加他 算算的就是计算机都休息 太久的时间了 然后,那个佛修持的构成 他是每一道都去 不管是赤身道 恶鬼道 玉道 那个恶修罗道 连那个外道所修的 他全部都做 全部都修 所以他的经验就很充足 然后也在修的过程里面 他也讲 他说 这是因为有启花锅的妙智慧 所以出来的时候 出来呈现现象 去当那个狗王 当狗王的时候 那个灵狗竟然送那个美女来迷惑他 他也真的是受迷惑 玉道那美女 所以迷惑以后 海很快 那一生命又断 命断以后 去出去做什么 狐狸 叠干 就是狐狸 去做狐狸 狐狸 他在想说 现在出去做狐狸 就是因为还有那个玻璃在 那个玻璃妙智慧在 所以 那个时候 那个老虎 一直追 就是要吃 要吃这个狐狸 他一直逃 一直逃给那个老虎追 就结果掉到那个井里面 掉到那个井里面 掉进去以后就出不来 他就很后悔说 啊 我要知道嘛 那时候就要给他吃就好了 给他吃 也给他打一顿 我现在在这里 啊死了怎么也没人知道 很可憐 那就是因为有那个玻璃在 所以那个 师弟环婴 那个33天的天主 他说 这个牠说 牠说啊 牠讲啊 牠讲什么在说 然后他那个福里就讲道得 那个 师弟环婴天嘛 啊 就是因为牠播了 它虽然牠是福里的生 可是牠会讲佛法 他佛法又是最上升的 然后,那个... 那个尸体怀音啊,要他去,要他去 他说,不,要叫我出去,要去看 他说,要听他吃,等他好,好聊 他说,就爱他那样 我们最讨厌的东西,他就吃那个东西 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也转世,还当父 他也当小牌父 对啊,也转世,当小牌父 所以,只要你看《大藏经》 他的那个修复过程,你看他会说 哦,天啊我,我知道 会很厌见 而且,他修奥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修复得已经很成就 他就是有那个,我相信这个法 上代书胜的,就有这个观念在 让他这样,好啊 有够久的久,都无所知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没放下而已 对啊,你感觉就无法成就 所以,他就这样 当忍入仙人就五百世 他当那个,已经修奥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到后来,跟南灯佛一起生 我们今天今天有记者 那个,以法无所得,已经都全当掉了 现在南灯佛离王寿起 然后,离来适当的奏合 靠释迦摩尼,才了成就 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过程都非常久 所以现在,有修正的人 很多人,他的修正 大部分有的都只有一生 那一生一世的那个,都不坚固 哦,你发生很大,又来进中心 哎呀,这个来,自己都明明 所以哦,只要我们看佛说佛明经 你这个牵群哦,不要没一个佛我万 那万万群哦,没一个佛是我们万一的 为什么?他不到娑婆世界来 为什么他不来?你说来,还不来 他会害怕,不来 不到娑婆世界,说我没来 我吧?我来,我自己又不来 这世还不来 因为他在那六道,在那人